哈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如何自己動手做鞋櫃 現在看到門口這個鞋櫃啊 都已經受炒了 壞掉了 所以我打算呢 要做一個鞋櫃 之前自己做櫃子 留下了蠻多板材 可以用這些板材 把鞋櫃做出來 補金件啊 鐵皮之類的 盡量在最少的花費下去完成它 我們有先畫出一些 簡易的圖鎬 尺寸也是大概就是 飆失了一下 我們已經有挑選一些 板材要來使用 良好尺寸要來做裁切 使用這個電鋸啊 非常要注意安全 這是鞋櫃要用的板材 屬於盒板 直接拿這個盒板來做它的櫃體 這樣子 真實 那我們櫃體的板材已經裁得差不多了 在組裝之前呢 我們可能要先把這個板材的這個邊邊 所以我們先用砂石把它逃過 摸過之後手就比較不會受傷 它不會去刷中 這樣就比較圓滑 這樣手摸過去就不會去刷中 OK 那我們來進行組裝 在組裝之前有些板材 我可能要先進行貼皮 貼皮的話 我這個是從對岸偷回來的 那品質的話很薄 這樣一撕就破了 如果你比較要求品質的話 我會建議去台灣的建材行買 品質好很多 很厚很厚實 你怎麼撕都撕不過 然後把這件材料都變成一片材料 還蠻好看的物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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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馬上就變成一片材料 還蠻好看的物保 那在組裝之前我大概先講一下螺絲 如果是要鎖柜題的話我會比較建議買這種 初雅的這個是木工在用的螺絲 然後平頭的 我會買一個這個 然後前面的是一個磚頭 它這邊會有一個斜角可以洗出一個平頭螺絲的斜角 這個 然後就會把整個螺絲頭就會埋到木板裡面 我會比較建議如果你也喜歡DIY可以買一隻電動起子 那充電的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你鎖很多螺絲的時候手比較不會痠 不然你用螺絲起子的話鎖很久 然後手很痠很痠 那我們來組裝 然後電鎖沒電喔先充電 然後利用充電這一段時間呢我自己先試了一下這個 很久沒用的直角器 感覺還不錯用啦其實 如果你喜歡DIY的話我覺得可以買 你在鎖螺絲的時候就可以不用用手去扶了 四個腳 直接挖孔然後直接鎖螺絲 這樣就比較快比較方便一點 也比較準 OK 那我們大致完成了第一個櫃井 接下來就是這邊 做貼皮 貼完之後就可以把這個螺絲孔都隱藏起來 貼完皮之後 就會繼續再完成第二個櫃井 好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個櫃井的 組裝還有 貼皮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橙板 我們要做橙板 我直接就是用剩下的板料啊 直接去拆這種條狀 那大概就是 不到兩公分的寬度可以鎖螺絲 然後呢 直接就這樣子鎖著 板子呢就直接就放在上面這樣子 量好了我們橙板的尖距 就是這個橙板的高度 我們就把旁邊這個橙板的這個 支撐架呢把它鎖上去 好現在做好兩個櫃井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要把原本舊的鞋櫃 這個位置把它清空 櫃子一開後面有一個 電箱 然後整個都補濕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電源 到時候我在外接一個電源 在櫃子旁邊 它整個電箱都補濕了 原本的鞋櫃的這個橙板啊 它木板沒有壞這個還可以再利用 我們把橙板 先放上去撕看看 那基本上其實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那如果你 比較重視美觀的話 再貼一個銅色的貼皮 那整體性就很不錯的 我們鞋櫃呢 是要做懸空的 就是吊櫃 絲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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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就是桌板 層板跟門板 現在把原本舊的鞋櫃的門片 有一些細片拆除 上下左右都有一點點膨脹 那我們把膨脹的部分先把它切除 然後留在中間的部分作為城堡 這樣就是一片完整的城堡 我們所有的城堡都裁切完成了 我們找的這些板子呢 要來當門板 因為現在天色已完了 我們趕快把它裁一裁 這個錄影的部分我們就直接跳過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這個門片 我們要切一個斜角 引擎的門板 大概切30度 切過去的切面就是這樣子 一個斜面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剩下的門片 全部都切一個這個30度的斜角 接下來我們要做這個 後牛 鑿鏈 OLIVE 這個刀 我在有經常買的 它叫做取空刀 直接來做取空的動作 這個孔挖好了 接下來我們把所有的門片的這個孔 都把它歪一挖吧 那我們所有的門片呢 都已經算是 裁切完成 然後 OLIVE這個鑿鏈的孔位 也都挖好了 接下來的動作就是貼皮 現在就去貼皮吧 走 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門片 都貼皮貼好了 接下來要把這個鑿鏈呢 鎖到門片上面 OK 鎖完全部的門了 鑿鏈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門片鎖到櫃底上吧 我們現在要來填縫 就是這個邊邊的縫 那填縫的目的就是 像這邊下雨天會潑雨啊 然後讓它水不要從這裡面生進去 用11-1罐把它填起來 那我們現在先來貼 這個遮掩膠帶 我們黏好了所有的膠帶 直接來打上填縫計 11-1罐 好我們打好濕一空了 這樣子 那我們趁它還沒有完全乾 會比較好濕 看一下 線很直 所以有貼膠帶就會差很多 就算你不太會打 3-1罐膠帶一撕起來線就很滋 我們昨天晚上呢 把這個3-1罐填封膠給打好了 它現在白天看會比較清楚 我們現在要來把門片鎖上 全部鎖上之後 這個鞋櫃就算完成 我們現在是在這里邊看的 我知道 我們現在都是有個幽黗的 五千里吧 也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看 這里邊看 這里邊看 我們先安眠 所有的頭 我們這里了 已經在這裡看 最好的 我們先來, 我們先去 我們來說說一下為什麼要做這個鞋櫃 大概幾個點 就是說我之前有自己DIY家裡的書櫃留了一些板材 想說趁這個機會把它使用掉 然後再來就是說這個鞋櫃我有比較一些特殊的尺寸要求 所以我就沒有買現成的 基於以上幾個點我決定自己來動手做 你也可以自己去木材行建材行買一些板子回來裁切 所以你也可以依照自己喜好去量身訂做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自己花時間去做裁切 用自己的一些空閒的時間來製作 當然你想要自己DIY的話還有幾個條件就是說 你可能必須要有一個工作的空間 你沒有這些空間又想DIY的情況 你可能就可以找一些像E&Q啊或什麼 他直接會幫你把木材拆好 那拆好之後你回來直接就是進行組裝就可以了 這也是一個方法之一 還有一個點就是說我利用了原本舊的鞋櫃的一些板材 有一些沒有爛掉的一些成板啊 我把它回收再利用 這樣第一個板材沒有浪費 第二個你也可以省一些板材的費用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說舊的板材跟新的一個 你自己購買的一個板材的花色木紋不合的話 其實是可以買一些貼皮回來貼的 像我這個的話 所有的板材基本上都 不是同一個板材 不是同樣花色板材 所以我是用貼皮的方式 讓它所有的木紋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我裡面的成板我是沒有貼皮的 因為個人的懶惰 而且我覺得就是 從外觀上看不出什麼任何差異 以及使用上的差異 情況下我就懶得貼皮了 那當然如果你比較龜毛的人 或在意說都已經做到這種程度了 那我打開的時候我要看到營養品 當然就是把它貼一下皮紋 這樣整體的美觀會好很多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或方式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好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